好的 弟兄姐们平安 朋友们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教会往往是 如果是有实体敬拜的话 经常会请父亲们都站起来 教会会给一些小的礼物 我想很多教会都有这么一个习惯 在这样的疫情中 我们可能就做不到这些 我记得在我们孩子 还是在上中小学的时候 他们往往是头一天就跟我说 爹地你明天早上不要起来太早 要等我们来叫你起来才可以 为什么呢 他们要给我做一顿非常美味的早餐 让我高兴 后来他们上了大学 参加了工作可能就做不到 往往父亲节 他们就回到家里来 跟我们一起来聚餐 有一年我女儿还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快到她期末考试了 那我就跟她说不用回来了 那最后那一次是我儿子请我们吃饭 去那个餐馆吃饭 那就在这个饭菜都上桌的时候 我女儿突然的出现 给我一个突然的惊喜 那这个周围的这些其他在吃饭的人 都是大家都在这鼓掌 那就是说 其实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只是不让我知道而已 去年疫情呢 我们就没有不能在一起吃饭 是吧 我也就跟他们说 你们就不要过来了 最后是我们开车 开到他们的公寓前面去 然后跟他们见见面 然后这个Airhug就是隔空的这个拥抱 今年呢 大家都打了这个一方针了 所以那我儿子和儿媳妇 现在都已经在家了 我女儿也在我们家的路上 我们准备一会儿结束了以后呢 就在后院有个BBQ的聚餐 所以每次我们就想到 我们与孩子之间的这种亲情 我们就心里做父亲的 心里就特别的感到邪 那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与天上阿爸父的这种关系 其实也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的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父与子这种关系 其实让我们能够体验 我们与天上的父的关系 只不过呢 天上的父他把那恩惠和恩典 白白的赐给我们 他拯救我们 也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 而且我们的父阿爸父 他是永不改变的 那他的最喜悦我们是怎么样的 他写的就是说我们在他面前 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他的面前 愿意做出他所写的回应 而且这种回应不光是在口头上的 而是也是在我们的行动中间 我们能够行出来 让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让神得满足 那今天的经文呢 就是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中间记载保罗 使徒保罗的一次讲道 那从这篇讲道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保罗他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中 各种各样的逼迫中 他千辛万苦的去传福音 就是因为他从圣经的教导中 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中 他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深深的认识到 神的恩典是如此的真实 他看到神的应许 也真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得以成就 所以他愿意摆上自己来回应神 所给他的恩典 今天也愿意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 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 更多的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能够靠主的恩典呢 能够胜过今天的环境 蒙神的喜悦 那保罗在讲这篇的背景 讲这篇的背景 他的背景是他第一次的宣教里程 也就是使徒行战中间所记载的 他第一次的宣教里程 这次宣教里程呢 他是和巴达巴一起 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 我看 大家能够看到我这个帽子在屏幕上动 他就是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 在耶路撒冷是在这个位置 那叙利亚的安提亚是在这个 我们今天叫基督徒 也是第一次称呼基督徒 就是在这个安提亚开始 那保罗和巴达巴 他们就带上谁呢 带上马可 也叫约翰 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 去这个塞浦路斯岛 也是巴达巴的老家 他们在那传福音 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 我们知道他们传福音 他们的宣教非常的有果效 连当地的方伯 也就是当地的那个方伯 就是省长的意思 连这个省长都信了 这个省长叫士丘保罗 所以真是非常有果效 那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以后 他们有没有说 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但是我们从圣经中间 我们看到 他们要继续往前走 从这个经文 从今天我们的经文开始 我们一开始 13章的13节 我们如果注意的话 我们发现这有几个重要的变化 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保罗呢 在这之前都叫扫罗 扫罗是他们犹太 就是说在一开始 他们犹太这个国 他们第一个国王的名字 就叫扫罗 所以说呢 这应该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对吧 但是呢 保罗他受到耶稣的光照以后呢 他为了完成他外邦使徒的使命 他就使用了一个希腊的名字 就叫保罗 而保罗呢 是一个微小的意思 所以保罗他也经常的 谦卑的称自己呢 为最小的使徒 我们看到啊 保罗他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他让神来使用他 皆心极力来传主的福音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从这节经文开始啊 这个保罗呢 就成了一个主要的人物 在这个之前呢 每次提他们的这个宣教团队 都是说巴拿巴保罗 那从这开始起呢 就开始保罗巴拿巴 我们知道啊 从使徒寻战我们知道 保罗他一开始在迫害教会 后来呢 他因为去大马士革路上 他去追捕基督徒的时候呢 耶稣亲自来光照他 他悔改信主 那当他悔改信主以后呢 好多人是不能接纳他的 是巴拿巴总先接纳了他 也是巴拿巴呢 从保罗的老家大树 把他找过来 他们在安提亚这个教会一起同工 也是一起受拆态 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哈 巴拿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没有计较他自己啊 谁排前谁排后 而是呢 而是他看到 谁给保罗这个恩赐 他就在后面推着保罗往前走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荣耀不是人的认可 而是神的喜悦 是我们这位在天上阿巴父的喜悦 那从这段经文里头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也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宣教的团队呢 也产生了一些危机 他这里提到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 那在这段经文里头 并没有说他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 可以看到啊 保罗和巴拿巴呢 他们因为这个马可要再次 参加他们的宣教团队的时候 他们就产生了一些争论 那有些人就认为哈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啊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 他们去的地方 道路非常的艰难 因为从这个山路 从这个山路 我们如果看这个地形图的话 你看那个蓝色的是海洋 是吧 绿色的地方就是平原 那个棕色的 颜色越深的地方呢 它只是越高 所以说据说这个是有1200米的高原 不但是马车不能从这过去 他们要步行 而且呢 他们一定要和这个商队一起走 以防盗贼 在夜里的时候 他们还要轮流的看守 所以呢 不仅非常的劳苦 而且还充满了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猜马可离开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马可第二次旅行的时候 也想参加他们的时候呢 保罗怕马可再次的中间离开 所以说呢 他就不愿意带马可 最后呢 保罗跟巴纳巴纳 两个人就彼此的分开 圣经中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彼此分开 我们也看到这个宣教团队呢 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两个宣教团队 其实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 经过这种属灵低潮的这个马可呢 他也重新的站立起来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保罗 他们还要去上一次去的那个地方 非常又有危险又劳苦的地方 但是他仍然愿意参加 由此可见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其实都有软弱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顺从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会慢慢的成长 在属灵上得以成熟 在提摩太后书 保罗在他最后殉道 之前呢 他写信的时候 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能够见到马可 可见呢 他们后来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呢 成为了很好的这个同工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宣教的工作 一开始就是很不容易 他们不但是要面临着这种 险峻的路途 还有从人而来的逼迫 他们还要面对内部不同的意见 他们的道路呢 才走了三分之一 就有一个主要的同工就离开了 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受到打击呢 当然是会有的 是吧 但是他们紧紧的来依靠神 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中呢 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 继续的往前走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他宣教团队呢 愿意面对艰难的情况 却毫不动摇的往前 其实我们从他的讲道的内容 今天的经文呢 主要是保罗的一个一篇讲道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是真的认识到神的恩典 他不但是认识到神的恩典 他也愿意在这个恩典之中呢 摆上他自己 那今天这个疫情 是不是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 是吧 我们的教会 我们继续的坚持 一直在坚持网上的进犯 我们坚持在网上的祷告会 我们坚持在网上的学 那现在呢 疫情开始减缓 我们的教会也在考虑到 回到教会进行实体的敬拜 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的勇气 也真是求神来带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中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一方面在实体有一套的系统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还要保留网上的这种敬拜 这种这个 有些人可能还是在网上来 来参加敬拜 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 也求神让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 以他的智慧来安排一切的事情 并且呢 让我们从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呢 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好我们回到经文 那保罗他为什么 就是说要到这个波西底的安提亚 当时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波西底的安提亚是在山区里头 他其实呢 他完全可以 就是说边上有一个大城市 也叫别加 对不对 他是从别 先到了别加 然后再去安提亚 那这个城市呢 这个波西底的安提亚呢 今天啊 还是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大城市 它是四面环山 在那个时代呢 它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公路上面 是军事啊 政治啊 还有商业的中心 据资料啊 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省长 斯丘保罗呢 他就来自于这个波西底 的安提亚 那保罗呢 他们直奔这个波西底的安提亚呢 有些人就认为 可能是这个士丘保罗 告诉他们 那个地方 我的老家 有这个福音的需要 你们能不能去 而且那个地方 有这个泰人的社区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们 一到了那里呢 就可以在安息日呢 参加他们会堂的聚会 所以在这个我们看 从十五节呢 保罗他们就去在安息日呢 就参加了当地的 犹太人会堂的这个聚会 在读完御法书和先知书后呢 犹太人呢 他们犹太人会堂的习惯呢 他们会 如果有远来的客人 他们会请他们站起来 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 有时候实体的教会 也是会这样的 就是说 请新朋友 新到来 站起来 就是介绍介绍自己 那他们呢 就是说 让他们起来 稍微分享一下 他们的感受 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种的礼仪 那保罗呢 看他 每一个机会 就借着这个机会呢 站起来 就讲了这篇道 那保罗呢 他向犹太人 讲到时候呢 他首先是从犹太人 熟悉的历史讲起 我们如果看到 这段经文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神拣选了祖宗 就是亚伯拉罕 然后呢 带他们出埃及 这是摩西 摩西 摩西是吧 然后呢 最后呢 在旷野四十年以后呢 进入迦南 我们如果 看到这些动词 拣选台举 用大能的手 抚养 还有 分给他们 产地为业 这一切的族语呢 都是神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神在主动 是神主动的 将以色列呢 从亚伯拉罕一个家庭 到了便带到了 什么雅各的一个家族 然后又从家族 在埃及地里头 发展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民主 并带领他们 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 那应许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呢 在他们去了 迦南地以后呢 他又给他们设立 士师 也就是他们的领袖 然后呢 当他们要求有王的时候呢 又给设立扫罗 就是保罗原来的名字 扫罗做他们的王 当扫罗背弃神的时候呢 神又替他们选立了 和神心意的大位王 但是保罗呢 他不光是 只提这些犹太人 他们所认同的事情 他要是说 他要说什么呢 他神不但是 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中 蒙受祝福 还给他们一个什么呢 还给他们一个后裔的应许 那永恒的盼望 给他们不只是在世上的一个生活 更给他们一个永恒的救恩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保罗的讲道呢 就引出了他最重要的一个中心 就是说 在这人就是指大卫啊 在大卫的后裔中呢 神已经照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所以他最后这个讲道 直指耶稣 那救主在 希伯来文里头 就是米赛亚 在希腊文里头 就是基督 那犹太人他们知道 知道他们所探望这个米赛亚的 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我们如果看这个 旧约里的经文 从耶利米苏 这个是撒末尔 神就告诉大卫 你的后裔呢 要接续你的王位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神应许说什么呢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子子孙孙都不会永远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犹太人都知道 这些经文是直指 他们所盼望的 那位永恒的米赛亚 他们的救赎主 所以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有耶稣的家谱 是吧 都指明耶稣 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虽然 犹太人 我们看到福音书里头 犹太人 他们要杀掉耶稣 他们要迫害基督徒 但是呢 从来没有人 质疑过 耶稣就是 大卫的子孙 这样的事实 那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神在历史中拥有绝对的主权 这历史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目的是什么呢 要在其中实现神的旨意 实现神的计划 那神的计划就是要透过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他所创造的 他所爱的 却犯罪离开神的人 所以呢 唯有耶稣能够让历史有意义 唯有耶稣能够让人的生命有意义 所以呢 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有关联之后呢 我们的生命才有那种 否则的话 就像这个世上的烟云一样 就会消失 没有人会再经历 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些犹太人 神的恩典呢 在历史中 是一次又一次临到他们 是吧 耶稣正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米塞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 我们回顾我们以前的经历 其实我相信 我们都能够知道 神在我们过去做自己的恩典 包括我自己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不能分享的很多 像我来到美国 然后呢 又在美国这个中间又换了几个工作 其实这都是神的恩典 在其中 虽然说我们在中间有磨难 但是我们发现在每一个磨难的背后 都是有神 他美好的旨意 那丰丰满满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那其实呢 神的恩典呢 在历史中呢 其实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领到了中国 那基督教他第一次传到中国呢 就是在唐朝的警教 但那个是差不多是在六百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天主教呢 刚刚进入他们的中世纪 但是呢 因为他们过分的依赖 那世俗的这个佛教 结果呢 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呢 就把警教也给 那在元朝呢 耶利可文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支派 他们随着蒙古人呢 来到了中国 非常可惜 他们像犹太人一样认为 这是他们所有的特权 不愿意传给普通的老百姓 所以呢 当元朝在灭亡的时候呢 他们也被灭了 那明末清初天主教 传教来到中国 当时的康熙皇帝啊 跟宣教士之间呢 就有非常好的那种关系啊 还写了一首耶稣诵 还写了一首耶稣诵 但是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天主教啊 天主教 他们一些错误的那种 讲法啊 最后引起了什么 引起了礼仪之争啊 最后导致宣教士都被驱逐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1905年啊 义和团 法国联军啊 那时候有一些战争在那里啊 最后呢 引起了庚子赔款 那美国呢 和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呢 就认为啊 这个赔款呢 他们不能就这样的拿走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们作为基金啊 让很多中国的青年人啊 能够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 当然了 那只是开始后来 他们又投入了大批的资金 来资助这个事情啊 特别是一些宣教的机构啊 那这些人呢 他们在留学期间呢 也接触过基督教啊 参加过查经班啊 比如说当时的 我们知道的很有名的宋尚杰 也是他们这批人啊 但是呢 他们中间的课数 他们的心里 他们的眼里只看到人的国 没有看到神的国 所以他们当很多人为国以后呢 他们最后还是信从了无神论 成了反基督化的先锁 所以我们看到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啊 其实基督教也是一次又一次的 临到我们的中国 但是因为人的悖逆 因为人的悖逆 就这样的擦肩而过 所以当时美国的一些宣教机构 还有一些牧师啊 他们就觉得 在中国的宣教怎么样 不会这么样的艰难啊 所以他们认为除了祷告 实在是没有其他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祷告的 在这里的功效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 神的恩典没有放弃我们 神的恩典没有放弃我们 他会怜悯我们 也眷顾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看中国基督徒 基督徒的人数啊 49年的时候呢 是70万 那文革我们知道啊 是在打压这种宗教啊 迫害得很厉害 结果国合以后 他们再一查呢 变成了多少呢 变成了300多万 在这种逼迫中间 在这种逼迫中间反而增长 在2018年的时候呢 中国官方的 差不多基督徒有4000万 但是据说呢 是有差不多 这近1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神的恩典不但是领到了犹太人 也领到了中国啊 那保罗呢 他在这里呢 就是告诉这个这些犹太人啊 神的恩典已经领到你们啊 神的恩典已经领到你们啊 而且呢 耶稣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啊 这位米赛亚啊 这个盼望其实在预言里头 在这个先知的预言里头就提到了 不但如此啊 在耶稣来之前 有一个给他预备道路的先知 也在他们的预言之中 这就是施许耶翰 这就是施许耶翰 我们可以从旧约的 以赛亚书啊 这是什么呢 这旧约先知书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本啊 里头有很多有关米赛亚的预言啊 还有呢 旧约中马拉基书 是旧约先知书里头的最后一本啊 一本重要的先知书 还有最后一本的先知书 都提到了这个预备道路的这个施许耶翰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言是多么的准确 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我们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 约翰怎么说呢 约翰说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基督 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我姐她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啊 我们今天姐脚上的鞋带是谁呢 是我们的父母来关心我们的啊小baby是吧 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啊 在他们那个年代啊 在门口啊 宁客的时候门口姐携带的人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那些奴隶啊 是非常低啊地位非常低的那些仆人啊 所以啊 施许耶翰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耶稣是他的主啊 耶稣是他的主 然后呢啊 他只是一个圣经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啊 一位先知 所以我们看到啊 神的恩典在历史上中向我们显现 神的救恩呢 要在基督里头能够得到成就啊 所以我们看到啊 这个保罗呢 再次在这里呢 再次他叫弟兄们啊 再次提醒这些听到的人的注意力啊 就是说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 这旧事之道啊 传给我们啊 也正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啊 他在这里呢 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啊 十字架上的死 也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以赛亚 这也是在以赛亚书里头 还有诗篇里头啊 都提到了啊 这位米赛亚呢 以后来的时候呢 是要受苦的啊 而且呢 有很多人不会接受他 他在无罪的情况下呢 要被判死刑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切耶稣基督 他舍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其实也是应验了啊 先知在以前所预言的内容啊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呢 就告诉他们既成就了这金上 指他的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灯墓里 这其实就是指了十字架 我们知道 犹太人他们在判死刑的时候啊 他们不是靠十字架的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用石头 他们是用石头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其实就是想借罗马人的手啊 用这种政治上的高压啊 来让把这个耶稣 他所传的这个信息呢 彻底的给消除掉 所以他们不简简单单的 是要把耶稣给杀死 更是要借政治的手段啊 把整个这样一个信息给封锁掉啊 所以说呢 他们要找到了比拉多啊 找到了比拉多 但是呢 比拉多他说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人有什么罪啊 但是呢 尽管啊 在法庭上判了耶稣没有罪 但仍然交给了兵丁 定上了十字架啊 所以呢 在这个之前呢 有一位犹太人的老师啊 他就找到耶稣问永生之道之后呢 耶稣就告诉他 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起了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啊 这就是指十字架啊 是应验了 也是应验了 在旧约指所指他的应许啊 那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啊 说耶稣基督的 在十字架上使是预言的应验 耶稣的复活呢 同样是应验 而且呢 这个复活呢 并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啊 他告诉他们 这样一个好消息 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啊 他有什么呢 有五百多人啊 能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而且呢 在保罗宣教的时候呢 他这些人还活着啊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 这样一个好消息 是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啊 他是怎么呢 他特别略记了诗篇的第二篇 还有诗篇的十六篇啊 在这些经文里头都提到了什么 什么呢 在第二篇里头有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啊 在十六篇上说呢 我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我们知道大卫 他在世的时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 最后就归到他的祖宗那里 身体当然是已经有朽坏 所以呢 这个地方指那不朽坏的保罗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就说 这个经文里头 所指那个不朽坏的 就是复活的耶稣 基督啊 所以世许约翰是应验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 为我们罪啊 死在十字架上是应验 耶稣基督的复活 更是应验 所以我们如果看保罗的这篇讲章啊 就有一个不断出现的概念 就是应验啊 那今天我在这个疫情这边 我们其实也要相信神的应许 神在过去给我们有很多的保守啊 我们中间啊 我们中间啊 我们这么多的人 我们安然的度过了这一年多的疫情 我们要感谢神啊 但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几位弟兄姐妹 传染上了这个新冠病毒啊 据说这个病症是非常严重的啊 而且呢 在病痛中间呢 也非常的痛苦啊 这是感谢神啊 都陪伴了这些弟兄姐妹一一的走过啊 也求神能够彻底的医治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也是感谢神啊 让这些弟兄姐妹呢 他们在病痛中呢 仍然能够坚持在线上的服事 求神呢 纪念他们的忠心的百胜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啊 神不但在今天他会保守我们 他还要保守我们到永远 因为神的话语不会改变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也告诉我们 耶稣说啊 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 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这事实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给了我们呢 永恒的盼望 那神的恩典 白白的刺下 又透过了耶稣基督 实行拯救 那我们人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地方 犹太人 他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他们在他们的思想中 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们相信神是转管律师的 第二方面 他们也相信了那个米赛亚会再来临 所以呢 现在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呢 他们仍然在盼望那位尼赛亚 第三呢 他们就知道神是痛罪的 而且人有罪要悔改 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犹太这个民族遭遇灾难的时候呢 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呼求 求神的赦免 他们要悔改 悔转 向神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 他们的罪得赦免的方式 是什么呢 罪得赦免的方式 就是信靠这人 就都得成人 而且呢 不信的人会怎么样呢 就会走向成人 我们可以看到啊 历史就直指耶稣 弥赛亚应许呢 也实现在耶稣的身上 罪得赦免 因信称义 也唯有透过 透过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头 我们知道啊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唯有信靠 耶稣基督的才被赦免 我们可以看到啊 保罗这样一个信息啊 保罗这样信息 对当时听到的这些犹太人啊 这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这跟他们平时所听的啊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很多人被保罗的讲道所打动 所以呢 就约他啊 约他下一个安息日呢 再来给他们讲 更多的啊 而且呢 能够详细的给他们讲 这个得救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中间呢 有很多人呢 当时也就信了 而且呢 他们跟着保罗和巴拿巴 要继续听他们讲道 那保罗 他们就 保罗他们和巴拿巴 就可以劝他们要什么呢 要勿要恒久 在神的恩中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信靠 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 恒久的在神的恩典之中 虽然说是神在过去 在历史上恩典 一次又一次的临到我们 这个恩典 我们要恒久在里头 唯有依靠 主耶稣基督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下个安息日的时候 这个 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 好像事情就变了 整个变了呢 犹太人呢 看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并且匪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 他们为什么会嫉妒 为什么会诽谤呢 原因的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人多 今天我们如果教会的人多 我们是不是很高兴啊 但是呢 对犹太人的会堂来说呢 这是两个从外面来的人 他们一来了 人就多了 好像他们的面子就摆过去了 是吧 不但是如此啊 我们知道这个 波西里的安提阿呢 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 中间的外邦人的数目 当然是人员超过犹太人 那现在呢 合成的人都来聚集 那说明什么呢 里头有很多的是外邦人 他们又听保罗在传讲 外邦人也可以因性得救 他们当然会满心的来嫉妒 教会帮他们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 就又是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告诉他们 神的心意是要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但是呢 神同样的 神同样的 是要犹太人做外邦人的光 让他们是吧 让他们能够把神的荣光传给外邦人 并且知道地级 所以在这个地方 犹太人强调 保罗在强调 以色列人虽然说是神的选民 福音虽然是首先传给了他们 但是福音的对象也包括外邦人 所以我们这里都看到 一些人接受了福音 一些人呢 拒绝了福音 许多的外邦人呢 就为这大好的消息 欢欢喜喜的领受救恩 福音就传遍了那地 当然 属灵的征战 真是从来没有停止 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最后呢 就用这个 一些当地的一些有权势的人 一些地位比较高的人呢 就来逼迫保罗和巴拿巴 最后把他们赶出墙去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二人呢 对众人跺了跺脚上的尘土就走了 其实这个也是他们 犹太人的一个习惯 其实呢 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已经尽了我们当做的事情 你们不信 那是你们的事 让我们自己要远离不近神之人的误会 所以 虽然这样 保罗呢 在他以后的宣教的旅程中间呢 仍然他会先去犹太人的会堂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什么呢 他一方面对他自己的同胞 还是有很大的负担 其实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 要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会堂中间呢 他在那边建立一个好的基础以后呢 可以以这个为中心来把福音传给当时规划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 还有一些敬畏神的人 所以呢 就这样的福音就广传 那保罗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逼迫呢 他们回心 而是满心欢喜 他们为什么满心欢喜呢 我们可以看到 门徒满心欢喜的原因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虽然说是使徒保罗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是圣灵已经进入了每一位信他人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 我们领受了神 那救赎之恩 我们是否也要像保罗这样的 在这个恩典之中呢 愿意尽我们的力 来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保罗他在这篇的讲道中呢 一方面告诉犹太人 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 神的恩典呢 也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就 那我们人呢 我们要能够来 有责任来领受神的救恩 我们不但是要只是领受救恩而已 我们还要活在这么一个恩典之中 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 在这个尤其是现在 在这个疫情缓解的过程中间 我们在重建我们教会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也会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 当我们回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和他在他那个给我们的应许之中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追寻耶稣基督的脚步 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虽然说是不容易 虽然是不容易 但是呢也是一条充满祝福的道路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知道神要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间呢 他在其中建立我们自己 并使用我们成为他那荣耀的见证 在几年前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基督徒梁俊和他的妻子呢 他们去贵州一个穷山沟 叫做石门卡的这个苗族的自治区 他们在那里去支教 最后呢他还带着孩子们一起上央视 唱了一个三百年前的这个小歌 叫台这个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那这是一个基督徒 他放弃自己城市的生活 去支教 那后来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石门卡 我们能够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是一个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图 这个画圈的都是那一带的一个大城市 像这个是成都 这个是重庆 这个是贵阳市 还有这个是昆明 就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那些大城市 离这些城市都很远的地方 就是这个石门卡 就在这个地方 那当我在 我在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在他这个地标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有一个十字架 他石门卡的地标竟然是一个十字架 就是你每次打进去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偶尔他会出现一个这样一个十字架的地标 他标了标明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所以我再查一下他的历史呢 我就查到了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这个伯格里 伯格里是1887年 他呢就来到了 在神的呼召之下呢 就来到了这个中国来宣教 他进入了这个地区 他为这个地区的苗族呢 创造了他们的文字 而且呢建立了五十多所学校 那这些学校呢 同时呢 也是教 也就是教会 这是他们为他所建的一个墓 那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带领他们 成立教会 然后教会他们 是这个地区呢 成为西南苗族啊 最高的文化区啊 据统计啊 他差不多这个地方出来的小学生啊 差不多有四千多位啊 有数百多的这个 这都是在49年以前的统计啊 数百名的这个高中高中生 然后三十多位的大学生 还有四位我是硕士生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样穷的一个地方 竟然以前的文化是如此之高 啊 但是呢后来因为在1915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传染病就像金典金这种这个排单里啊 就进入了那个地方啊 那这个伯格里呢 他一直在守护的病人 他最后自己也被感染上 因为他把这个药品呢 都留给了当地的村民 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 但是呢他所传的福音呢 却一直的就 那个福音的种子呢 就一直的承传了下来 在这个1998年 1998年 这是什么呢 英国伦敦的 Westminster大教堂 这也是他们英国皇家 在那里做礼拜的地方 他就说呢 在这个大教堂的西大门上呢 他要有十个人物的塑像 来纪念二十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的殉道者 那其中呢 有一位 这一位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接近来看的话 那个是好像是一本圣经啊 上面写的是 我是真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衣服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猛的一看 可能不知道这是个中国人 对吧 但是呢 他实际上就是苗族的 苗族的 所以这个衣服是苗族的衣服 就是他这个 是王志明牧师 他就是在当地的教会 受到了教育 然后呢 在1948年的时候 被案例为牧师 在50年代呢 他和其他的教会领袖呢 服从政府进入了三字教会 但是呢 他在教会坚持真理 直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最后在文革中呢 被迫害之时 当然了1980年的时候呢 他也被平反了 在死前的那天呢 王志明牧师对家里人说 他说你要听上面的话 要讲究卫生 要注意安全 其实呢 听上面的话 就是要听神的话 讲究卫生 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注意安全 就是说我们要警醒 要避免 要避免 今天我们北美所处的这种环境 似乎是没有逼迫 但是呢 我们发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 在许多的方面 已经受到了恶意的攻击和曲解 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 能不能持守我们的真理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宝血 那拯救我们的恩典之后 我们就愿意在他里面 成为那新造的人 我们愿意在他里面 在他的恩典之中 面临的这个挑战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要成为他那福音的管道 让我们周围的人呢 都能够像我们一样 得到这份爱 好 来让我们来做个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真是感谢你 我们真是从今天的经文中间 我们看到 你是那历史的宗宅 你在历史上借众先知 留下那美好的预言 真是让我们看到 你掌管历史的目的 乃是要给我们恩典 你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拯救 阿爸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 真是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敬拜 献上我们的祷告 求你来竭尽我们 求你真是让耶稣基督 那十字架的大能 进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样式 让我们有能力战胜罪恶 战胜这世上一切的诱惑 在这世上活出荣美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